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有一點古早味的兔兔魔王 不知道為什麼上一次拍完影片 然後把髮夾拿掉之後 我的頭髮就變成有一點像 古早女星半屏山的感覺 因為外面現在還在下雨 所以我現在的 燈光的感覺不是說很足夠 那我還是繼續把我的影片拍完 因為我要一鼓作氣的介紹 我脫了快要一年的UZU眼線液筆 對 就是這個 我總共那時候去日本買了 五色Navi藍 橘色 粉色 白色跟淺藍色 然後因為他們的包裝非常的奇怪 像是Navi藍的包裝是粉紅色 橘色的包裝是水藍色 藍綠色 所以說當初店員也是會有拿錯的情況 所以我買這個的眼線筆的時候 顏色是要看這一格 這一格才是真正的顏色 可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日本是沒有辦法過去的 台灣應該也買不到了吧 好像要嘛就是找代購 要嘛就是看有沒有日系的美妝店有進UZU 就我所知 我找過了松本青 然後TOMOS跟之前倒掉的ART COSM 都沒有在賣這款UZU 所以台灣現在應該是買不到 除非你找代購啦 那我今天想要一次試用這五種顏色 在我那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我已經有試了一整排在手上 然後今天試的是我有帶回來的這幾色 因為之前試在手上的是全色 但是因為我有一些顏色我用不到 所以我就沒有買 那今天是來開箱這五色我買的色 好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首先呢我想要來介紹 好Navi藍這個色 Navi藍應該是比較 偏向一般人可能可以接受的顏色 因為它還有一些比較普通色 像是灰色 然後咖啡色跟黑色 這三色我沒有買 因為這三色是 比較一般彩妝會見到的顏色 那我這次買的顏色都是比較奇怪的 Navi藍應該是這幾色裡面算是比較不奇怪的 那首先是打開它 它這很好濕欸 它一濕就掉 然後它打開來的時候 有一支這個 它們的UZU的顏線筆 然後跟這個 如何去使用UZU的這個說明書 打開來看到它非常 非常 非常多色 你看它上面有各色的 顏色的介紹 看得清楚嗎 我等一下再拍一張照片給你們看 應該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有這個 黑色灰色棕色 這些都是我剛剛說我沒有買的 比較一般日常感覺的顏色 那我們今天買的是很奇怪的色啦 對 然後就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粉紅色的配色為底的 這個 Navi藍 打開 打開之後呢 它上面會有一個 它們的mark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這個 可以嗎 看得到嗎 就這個 它們的UZU 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先畫在 上眼線的部分 比較接近黑色的藍色 它比較接近黑色的一個藍色 看得出來它是藍色嗎 我們手手示範給大家看 它是一個 Navi藍 Navi Navi藍 長這樣 然後畫在眼睛上的感覺 我自己感覺 是蠻像 蠻像 黑藍色的 嗯 整個感覺是黑藍色的 但是你在手上可以看到它 清楚的看到它是一個 Navi藍的色 再來我們來試 很適合來當下眼線的 白色 有很多COSER應該也會需要用到這個白色眼線吧 因為蠻多動漫角色應該會使用到白色 我們一樣撕開來 然後這邊有這個說明書 我們放旁邊 白色的話是以底為紫色的 然後整體是白色的這樣子的 包裝的感覺 它們每一款都是這樣斜面那種UZU 我覺得很精緻喔 非常好看 它白色的部分我畫在下眼線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白色非常的顯色 我這樣子畫非常的古怪 但是我覺得白色是蠻好看的 我寫在手上讓大家看一下白色的感覺 我寫在手上讓大家看一下白色的感覺 白色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 立可白的色嗎 也不算 它就是單純的白色的感覺 好 白色 再來我想要開 ORANGE 橘色 然後橘色的是長這樣 它是整體是橘 然後底色是有點...墨綠的感覺 墨綠的...這個...邊邊 然後它一樣有UZU的... 那我下在下眼線這樣 下眼線上橘色 看得到嗎 有一點點橘色的感覺 這樣上其實蠻漂亮的 我寫在手上 ORANGE的顏色 如果膚色比較深一點的子民們 你們可能會比較不適合用這一款 因為之前網路上好像有其他的網美介紹的時候 他們說橘色其實上在眼睛的部分 不是那麼的明顯 因為它跟一些膚色可能叫深 或小麥色的人 是...是看不出來的 對 所以可能就是有一點點這種陰影的感覺 橘色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有一點... 可以做假臥蠶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如何 我覺得它是一款很適合用來做假臥蠶的橘色 再來我想試一下粉紅色 粉紅色的 它其實每個包裝都還蠻精緻的 就是它是紙做的這個殼 我覺得很喜歡 好 粉紅色也是本體是粉 然後它的底部是綠的 粉配綠 好看 粉色的打開的感覺呢 是這樣 我們把它上在我的下眼頭的部分 好像不是很明顯 因為我在這之前已經上了 比較亮的眼影 但是可以從相機中看得出來這一段 是很顯色的 那我可以在臉上畫一個愛心 會不會是因為我放太久的關係 所以眼線筆有一點沒有水 因為已經放一年了 就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我們寫在手上看看 它是一個很可愛的粉紅色 因為那時候其實在選酒紅跟粉紅 然後我選了粉紅色 最後一色是這個 最後一色是這個 Light Blue 就是水藍色淺藍色 那我們把它打開看看 一樣 水藍色的包裝比較 就是水藍 水藍 然後它底下是白色的配色 水藍色 其他顏色比較像是 不太像是水藍 像是Miku綠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Miku綠是什麼綠 就是 我們家Miku的顏色 有沒有像Miku綠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來試在 左邊的眼線好了 好不好 我們試左邊 Miku綠 Miku綠 你出Miku 初音未來的時候 可以畫這個色 很可愛 它真的是Miku色欸 好看 雖然說它上面是寫 Light Blue 就是水藍色 但其實它的 原本的色 是很像是藍綠色那種感覺 我們寫在手上試試看 寫起來感覺是這樣 Miku色 真的是 藍綠色的感覺 我覺得 很可愛欸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 如果你願意嘗試的話 它的這個Miku綠是 蠻漂亮的 我覺得整體感覺是 是好的 Navi藍是最適合拿來上眼線的 如果說你想要 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你又不想要用傳統的 黑色灰色或是咖啡色 你可以選Navi藍 是真的蠻漂亮的 然後如果說你想要 有一點點搞怪 或者是 出特殊的角色的Cosplay 你可以用 Miku綠 就是這個 Light Blue 然後呢 白色也很漂亮 很適合拿來做 假臥蠶的感覺 我們把我的兩邊眼睛都上一上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看起來像瘀傷欸 但是我覺得 我畫這個愛心 我用白色妝點一下好了 這樣好不好 這樣比較可愛 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 白色 白色也很適合拿來做 就是彩繪的部分 然後畫到剛才 我覺得橘色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不然我們來畫一個星星給大家看一下 畫一顆星星讓大家看 其實它還有一個黃色 只是我沒有選黃色 我選的這個色是橘色 因為我覺得橘色蠻特別 星星 那如果說想要做特殊妝感的話 其實蠻適合用 星星來畫的 好 所以右邊一個暗星 然後左邊一個星星 這樣 其實它是很顯色的 就是如果說 你不上在眼睛上 上在臉頰上的話 有沒有 是很顯色的 覺得如何勒 好 嗯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啦 你可以在臉上畫一些 小東西 畫一些有的沒的小東西 是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 Cosplay的話 我覺得白色非常的推薦 白色畫起來真的非常顯色 然後呢 如果你有一點想要低調 但是你又想要特別一點 不想要選 黑色啊 灰色啊 咖啡色那種 傳統的眼線液顏色 你又可以選 Navi藍 Navi藍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是 是蠻漂亮的一個藍色 然後 如果你想要可愛風 就選粉紅色 然後如果你想要 嗯 畫一點 星星 你就選橘色 然後Miku的話 就是 特定角色 如果像出Miku這種 Cosplay的角色的話 你就可以選 Miku的這個水藍色 就還蠻漂亮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五隻 UZU的眼線液筆的試色 就先到這邊了 然後 我可以試著 換個髮型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種感覺 換了一頂 假髮的感覺 怎麼樣 已經不再是 邋遢的古代貴妃感 比較像是 人魚的感覺 因為這頂其實 假髮就叫做人魚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 UZU 五色的眼線一筆開箱 我們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追隨 訂閱我 按下 32個讚 加入我 沖沖子民 讓我們一起征服世界啦 掰掰